马上就要过年了 门上的福字你会贴吗 很多人说要倒着贴 福到福到吗 其实错了 倒贴福字不是福到了 而是把福倒掉了 福字的偏旁是有其神的意思 而福可拆分为一口甜 也就是一家人有饭吃 有甜重有福享 这就是福字 如果把福字倒贴了 就失去了它原本的意义 那倒福字应该贴哪里呢 应该贴在水缸 垃圾桶 柜子和牲口棚上 而且按照我们民间的习俗 真正贴福字的时间 应该是在年三十的下午 太阳还没有落山之前 顺序应该从外面向里面贴 先贴抬头福 再贴门福 最后才能贴道福 意味着一年的福气 都从外面流进里面 由大门开始 福气到屋里 从而福气来到我们身边 或EDM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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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